進度回到臺灣 新北市戲指 昨天發生死亡車禍 一名五十五歲的賴姓男子 喝酒開車上路 逆向撞上了這個過馬路的六十九歲 蘇姓婦人 婦人送醫宣告不治 警方到場發現駕駛酒測值達到零點七五 毫克 全案朝公共危險罪 還有過失致死罪嫌來偵辦 而雙北市光是今年近一個月 警方取締酒駕的件數就超過七百件 紅衣婦人提著大包小包 所有查看沒來車後才剛要穿梭路口 一輛汽車迎面而來直接撞上 大批警銷圍繞 婦人噴飛好幾公尺 倒在地面失去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搶救 仍舊宣告不治 過去看 知道是認識人 肇事轎 引擎蓋毆陷 留有撞擊痕跡 死亡車禍發生在新北市 繫紙繫平路一段 六十九歲 蘇姓婦人三十號晚間七點多 剛走出家門穿越路口時 遭到五十五歲賴姓男子 開車逆向撞上 警方到場後 發現駕駛酒駕 酒測值 每公升零點五七毫克 他這邊有時候掃地啊 他也在做志工啊 很熱心啊 很好啊 在我們這邊都很好啊 婦人死亡消息讓附近居民很不捨 事發當下 家屬甚至就在一旁 事後不願多做回應 而警方調查 肇事駕駛出飯 但喝酒還上路 除了涉及公共危險罪 更觸犯過失致死罪嫌 不過原警取締酒駕 台北市今年統計到二十九號 就有兩百七十八件 新北市截至三十號 也有四百三十件 警方一再宣導喝酒不開車 不該只是當成二邊風 記者傳奇形容 台北新北報導